鼠灵心汤汁紧握应许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诗篇119篇92节 有些人喜欢收集圣经 买圣经 但是却没有把圣经好好地读过一篇 更不要说严谨 还是把经节背熟了 他们把圣经当成的吉祥物 还有把他们当成驱邪的物品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引导人归向他的一本圣书 他不是收藏品 不是吉祥物 更不是电影情节里面的驱邪物品 圣经却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伴侣 人的一生都会面对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唯有圣经里面的话语 能够在我们喜乐的当儿给我们祝福 在我们悲伤的时候安慰我们 在我们犯罪的时候 在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骂醒我们 不要把宝物拿去喂猪了 好好的研读圣经吧 它会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引导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 避免我们在苦难中灭绝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让我爱上你的律法 让我愿意多认识你的教导 你的训会 引导我走向你的正道 避免我走向灭亡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